呃,那个我 蛤? 我想问你 你说什么? 下班有事吗? 大声一点啦 下班有事吗? 其实重要路况 最新一文消息 所有好玩好听 都在下班有事吗? 其实我没事啦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 欢迎来到民国110年 今天是11月11号 农历来到了11月初七 下班有事吗? 我是视频 从现在开始 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 台湾的节目 11月目前在北上53点 现场邀请到的 这应该是老朋友了 他曾经来过警官 而且也上过节目 不过呢 这一次的这一张专辑 我必须要讲 这一张专辑 是我今年度 因为现在已经到年底了 今年度最喜欢的专辑之一 真的很厉害 让我们来掌声欢迎 带来首张个人台语创作专辑的 Pia 吴贝亚 哈喽 你好 吴贝亚 哈喽 视频节好 大家好 我是Pia 吴贝亚 哇 好开心哦 很厉害 谢谢你 好感动 这张专辑名声叫做 成功的人 成功 成功的人 对 首张台语创作专辑 对 第一次写台语专辑 有没有人跟你讲说 你早该这么做了 很多 很多 对不对 对 而且他首张台语 可是为什么会把台语创作 写这么的熟练 好像他已经创作了 二三十年的感觉 谢谢 其实这张台语专辑 做起来很不容易 就是我们在一年半里面 就要把它生出来 对 其实算是很有压力的一个作品 那为什么会想要开始往这方面去发展呢 刚好有一年表演的时候 然后我有cover一首台语歌 就叫 《纯情青春梦》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跟粉丝朋友听到就觉得 欸 Pia其实很适合唱台语 对 然后我在两年前 大概一年半前左右 我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来自己写一张台语专辑试试看 因为其实也发华语专辑也发了四张了 所以想说 可以努力看看这样子 对 然后就掉进了这个洞 非常深的洞 真的耶 而且我不得不讲 他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整个台语的歌词架构 跟情境描述 还有甚至是对话的时候 都非常的符合 现代人的心境 是 其实这张专辑的目标 就是希望可以用 呃 现在这个时代讲台语的方式 嗯 跟大家沟通 对 对 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人 功代艺 其实比 比较没有那么练等 对 对 讲的不好 所以呢 其实用很浅白的歌词 让大家去 呃 意会到一个比较深远的故事 跟情绪 是我想要在这张专辑里面做到的 而且我觉得他还抓了一个主轴 为什么会让所有的人这么感动 就是 现在人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就是 当他越难过 越伤心 越在乎 他的语气就会越轻松 对 是不是 对 这也是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用轻松 然后加上有一点节奏感的音乐 来诠释一个 你可能一直放在心里 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对 其实这也是我原本自己的音乐风格 就是希望 虽然我们讲很沉重的故事 对 但是我们要用轻松的语气 去讲这件事情 你就会觉得 其实生活虽然辛苦 但是你还是可以过得去的 真的 而且听这张专辑 我告诉你 请你在夜深人机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 你一定要拿着歌词本 没有歌词本 也写到了一个点 自我肯定也写到了一个点 怎么会这么 真的是你自己的故事吗 大部分是自己的故事 对 像今天要播的歌 其实有很多都是 我自己原本 也有一些是原本中文歌的灵感 然后再度把它转成 如果用台语来叙述这个故事 要怎么说 对 其实对我来说算是很新鲜 但是又很辛苦的过程 真的 所以台语是你平常会说的语言吗 因为我是高兴人 高兴人啊 对 台语也是真不错啊 台语不好 不能够讲 就是回去会被长辈打屁股的台语 对对对 就是讲比较少 但是会听 对 所以那时候 刚开始要写台语的时候 也觉得说 其实是很新鲜 因为不会讲台语 不怎么会讲 然后刚开始写的时候 就觉得这些东西都很自由 对 可以写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写下去开始请教一些 真的会写台语歌的人之后 就开始遇到瓶颈了 对 因为写台语 写台语歌也会有一些 比方说导音的问题啊 对对对对 对或者是用词 对 那我在这方面 我觉得这张专辑给我收获很大 对 就是在这个内容上 对 所以我们本来就知道 其实Pia对于各种创作 都已经能够发现出 而且挖掘出那种 比较不一样的切入点 然后再把这个语言换过去 你就会知道说 它有多厉害 首先我们帮大家介绍 第一首歌曲 就是同名专辑的歌曲 叫做 成功的人 对 成功的人 成功的人 就单纯真的是写亲情 嗯 对 没有错 这歌是我写给我 离世两三年的爸爸 对 对 那这 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 主要就是在制作之前的第一个灵感 先从成功的人开始发想的 是 对 然后当时就是 因为爸爸就是很习惯 爸爸妈妈都是啊 很喜欢打电话给小孩 对 对 然后我每次接到电话 我都会敷衍他 而且都会很不耐烦 好啦 好啦 你说三次啊 好 对 对就很不行这样 对啊 但是在这个过程 就是发现失去了之后 才觉得那个时光 其实是很珍贵 是 对 所以就把这样的心情 写成这首歌曲 如果你今天是北漂南漂的朋友们 在这边为了自己的工作 为了自己的生活 为了自己梦想打拼的朋友 听这首歌曲 一定会找到你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区块 对不对 对 虽然我们接他们电话很不耐烦 虽然我们接到电话很想把它挂掉 可是当他有一天 他不再打电话来的时候 你只想问他 我在你心中 是不是算是一个成功的人 是 听听看你就知道了 再来 好了像这样 我买去无用 我买作一个成功的人 不要听卡电话 欢乐我吃饭 台北的生活 真的是很轻轻 我买去 想知道了 有一天 三天 你会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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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买 买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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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买买 最高有時 一頂人望 三意你開的腿後一段路 將你更好 好了 好了 你愛以前睡 我會起白眼 我會醉醉 想過米蘭 別再看電話 但樂我真不愧 台北的生活 真正是很正義 心臟也有其他 所見過你的地位 你是總體對 心情的草材若是会等 让你听伤的队 我却放心 放心让你去队 真好我去队 说一句话话 我心会说你队 我只是等会 别跳放 你万别 别这么多婚 后期让爱 继续躲起来 那是有点爱来看我 爱来看我 目前过道3号南下393公里 九入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 台七十四线西向彰化太原路出口 这篇事故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处理当中 后方回读到了首张个人台语创作专辑 新公伟狼的Pia 吴贝亚 哈喽 嗨 大家好 我是Pia 吴贝亚 这首歌曲厉害就是 它先说我要成为成功的人 就已经让你眼中含泪 然后又来一拳说 如果那个地方让你觉得比较轻松 你就放心的去吧 再来一拳 我自己听都觉得很鼻酸 对啊 然后就我的天 不过OK 它不是整张专辑都是这样呈现 都是一些难过的状态 当然我刚刚讲 会让你眼中含泪 也有开心的眼泪 对不对 也有自我肯定的眼泪 对不对 那这是带点有一点怀念 跟有一点点思念的味道在里头 下一首歌曲呢 你要帮大家介绍的叫做 七点半的背铃鸡 对 七点半的背铃鸡 对 对 这首歌 其实算是情歌 然后 当初在写成功的人的时候 那时候我其实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就是说我一个月内 一定要把五六首demo伸出来 我伸得出来 我就来做台语专辑这样 一个月才三十天 它要五到六首的demo demo包括它要唱哦 有词跟曲通通都要出来 你要逼死自己 非常可怕 然后我前二十天真的都写不出来 最后十天有蹦出来的其中一首 就是七点半的背铃鸡 对 那这首歌其实是 因为当时就没有灵感 所以我就想象了一下 我刚开始写歌的时候的一些故事 那我就想到 其实我在上台北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任远距离的男友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 后来也是分开 但是后来想一想 就是如果现在回去再一次体会 再一次体验那样子的关系 好像还是会选择 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是没有办法继续 在一起这样 对 所以这首歌其实就在讲 分离这个主题 因为成为成功的人的 这个奋斗的路上 其实有很多时候 你都必须要面临 跟别人的分离 可能是家人 朋友 或者是工作上的伙伴 对 所以我后来觉得这个主题 非常适合放在这张专辑里面 就是奋斗路上 我们会看到的风景 对 那七点半的背铃鸡 就是在讲 颂鸡的故事 对 那因为以往台语歌 的女生的角色 其实都走一个很苦情的路线 真的 对 就是一定要 被放散啊 对 被抛弃 不然就是苦苦的哀求 等候啊 对 等候啊 然后你不要离开我啊 对 但是在七点半的回忍戏 这首歌 就是女生做了一个选择 就是她要 想要自己的生活 她开始有一些 自己的想法 对 所以是属于比较洒脱的 对 这样子的情感的表达 对 因为这也是比较少这种切入的角度 对不对 对 你有你的梦想 我也有我的 对 我的路要走 对 对不对 好 那过去可能就是 哦 夫唱 附随 对不对 对 我们为了你的梦想 好 我牺牲自己 我去跟随着你 是 可是我一定要跟着你走吗 对啊 为什么要 那我的梦想咧 对 我怎么办 对不对 我的大好前程呢 对啊 所以虽然心中带了一点遗憾 但我们都达到彼此的 应该要走的路 对 你看多么成熟的一个 哈哈哈哈 可是我年纪到了 不过这真的也真的写出很多很多人 现在的感情观 嗯 是不是 对 我们与其各自抱着一点点 一样勉强彼此在一起 勉强自己的这个时间 然后就为了跟你 应该有一个伴 这样是真的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吗 就是还不如祝福对方 对啊 都有更好的人生 是 那你看 他从我到尾中 这么轻快的声音 跟这么轻快的音乐 再陈述一个 很难过的故事 可是这也是一个 豁达的感觉出来了 对不对 对 我既然做我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他必须对我自己负责 没错 对不对 我觉得我这个选择一定不会错 对 哦 相信自己 对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相信我 有唱这些人 你买起这个 有关的生气 咱们是孤单 心头就唱也买响 我们知道了 哪里 先来煮你的 安庄开随 咱们说 一个时刻 我又不丢火 不然你 不得到 我会去 你叫咱们的爱情 不叫好 咱们奉悔 词曲 李宗盛 国道三号南下刚讲九路段过后 内线车道这个轮胎平宜要特别小心闪避哦 然后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道平宁路段 就单纯车子多不好走 好 其实Pia这张专辑呢 非常大手笔拍了很多支的MV 被发现了 真的 我刚刚仔细听说 哦 这个也有 哦 这个也有 对啊 这次就是 像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 《T恰恰莫而回延币》 它是在今年三四月就有先以单曲的形式先发行 对 那因为这张专辑 我觉得对我来说 因为是第五张作品 完整作品 所以也很想要每一首歌都可以有一个影像 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 所以前面 我觉得你的每一首歌也真的都能够 拍出一个故事 对啊 这次是真的每一首歌的故事 都是让我觉得很喜欢然后很有感触的内容 对 所以其实我们从今年就是发行一些单曲开始 我们就是尽量每一首歌都有一个MV这样子 对 而且呢 还这个自用两相宜 这个爱妻暗等 对对对 直接就拍自己的婚礼现场 没有错 是不是很省钱 我一看我就说这真的只有歌手才可以用到的特权 你看我们拍婚礼影片还要花大钱对不对 而且还不见得拍得这么好 还拍得这么好 还有一首歌 然后又完整的记录 多棒啊 这个是就是挑对好老公 老公的建议 真的拍得很完美 然后再加上那个歌曲跟歌词 哇 搭在一起 超合 一定要去听听这首歌曲 叫做爱妻暗 爱妻暗等 对 爱妻暗等 如果你今天准备要结婚 正在挑婚礼歌曲 这首歌超好用 真的 大家用起来 对 然后其实呢 Pia从过去到现在 这是第五张专辑了 对 她每张专辑都会有一首一两首歌曲 带着有点直白有点可爱的感觉在里面 或者是说讲的这个叙述的过程跟事情呢 就会让你觉得会心一笑 比方说我们接下来要帮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 叫做对对一百万 对对一百万 是不是很像 你终于一百万呢 我跟你讲 我小时候真的觉得 哇 一百万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 对不对 我们以前嘛 对对对 哇 一百万觉得好像全世界 我都可以买下来 很多样子 对 可是她这首歌一开始就唱 对对一百万 我是没家了 对啊 买没啊 买没啊 对 一百万你可以真的要拿来做什么 这真的是想不出来 是耶 对 可是这好像也还是一个有梦最美的感觉啦 对 当然有中也是很好啊 为什么会想要写中就一百万 其实有一天刚好跟老公聊天 就说 诶 就是如果我们的生活真的不小心 诶 中了乐透 中了一百万 对 那我们要拿来做什么 我就问她说 如果我们有一百万可以买房子吗 她跟我说 不够诶 同期款不够 同期款都很勉强 对 她说你可能只能买国产车 可能会 比较OK 所以进口车也不行 哇 对然后讲一讲想说 诶车位也要钱 对啊 保养也要钱 对 所以其实一百万拿来买车也没有很划算 哦 对所以想一想就觉得 有一百万就是 心情很复杂 好像应该要开心 对 可是又没有那么开心 好像没有那么足够 对 所以就觉得奇怪 明明来台北也十几年了 怎么这样的生活都没有改变呢 对 所以才写了这首歌曲 就是我们应该要把自己的梦想放得更大 比如说 中了一千万 对 哇 那真的是很像做梦 对啊 她非常可爱 她在里面唱着说 中了一百万 我可能也买不起房子 我只能在养一只长颈鹿 对 是不是 但我后来认真去查才发现养一只长颈鹿超贵 更贵 听说光是买一只进口一只长颈鹿有一千两百万 是 而且你又不能把它养在公寓 对 它脖子那么长 对 它一定要有一个草原可以奔跑 而且你还要买个透天错给它住 对 就是哇 太贵了 所以对不起 爸爸 你那个国产车买一买还比较实际 对 其实买国产车 对 还是比较有可能的 对啊 而且整个MV我觉得最好笑跟最精彩的彩蛋就是想一想回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工作了 对没错 因为我前阵子有在卖余肚 继继续来网购他们家很棒的一些产品 是不是 这是拍MV不忘置入信心 你烧一些东西 没错一定要的 是是 所以你看呢 整个包括了整张专辑 当然是有一些会让你流泪的地方 是 可是也会让你开心的地方 嗯 会让你做梦的地方 也可以让你慢慢透过歌曲来疗伤的地方 对 所以我就说这张专辑真的很精彩吧 真的 真的 大家一定要就是follow听起来 我只介绍三首耶 totally这么多首 而且还有帮大家再翻唱 大家最喜欢你唱的那首米男鱼歌嘛 春千青春梦 对嘛 也有在里面 对 所以你看这张专辑 真的可以从里面去看到很多很多不同面向的皮雅 嗯 对那波泰也用他过去到现在 一概的这个直白纯真的 呃 或者是非常贴近你的文字 透过这些歌词唱给所有的朋友来分享 是 好吧 我们有没有什么管道或地方 可以知道你的最新消息跟可能未来的活动呢 呃 大家可以到脸书或者是IG 或者是YouTube都可以直接搜寻PIA 无贝雅 口天无草字头的贝文雅的雅 就可以找到我的相关讯息 是 好那YouTube上面去搜寻我刚刚所说的每一个MV 通通都可以看得到 没错 还有那个MV叫做暗迷 暗迷对 好那根本就是在拍我的少女时代 哈哈哈哈 是是 我一看到那男主角就说 天这就是我们以前身边男生的的发型啊 对 然后我一看到那耳机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真的 随身听 对我们就是想要拍一段复古的往日爱恋 真的 对 她一讲好像知道大概我是几年次 哈哈哈哈 没有我们都差不多 差不多 好一定要上网搜寻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资讯 今天谢谢PIA来玩 谢谢视频姐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好了歌曲声中来收听五分钟景广新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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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空中最像的这一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